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主持人谷歌的产品经理 硅谷大舅 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 今天你有个作业 老板让你写一个PPT 或者你需要写一个文档 或者你是一个学生 你现在需要论文要写 或者你有报告要写 好嘛 那这个时候你拿出一个文档 或拿出一个PPT 好第一页 先写上标题 然后第二页 写了标题之后再想 那我这一页 要怎么去支持这个标题呢 马上就要写一些 怎么样呀 子标题 他想说 那我要支持个子标题 我就找数据吧 然后我再去看看 其他地方数据在哪里 我这里是不是应该放一个 图片和图表 开始在谷歌的图片上进行搜索 然后你第一页还没写完呢 就开始走神了 这个就开始想说 我在网上找这个图片的时候 好像又想到了我昨天的亚马逊 我那淘宝里的这个购物单还没有下单呢 去看看我购物车里的东西现在有没有降价呀 哎呀 我想起来昨天冰箱里好像还有一个西瓜没有吃 看上去好像现在口渴了 哎呀 今天好像好久没出去走动走动了 哎手机里谁谁给我发短信了 我来看看 然后你就开始拖延 你开始拖啊拖拖啊拖 然后做了好半天 怎么样呀 第一页都还没有写完 还在那写第一页 我要写什么内容 我有什么支撑 我要放什么图片和什么图表 更不要说你什么字体的颜色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还没进入到第二页 你还不知道你要写多少页 这个PPT这个文档才能够写完 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感受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是一个人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我以前也是这种 用这种方式写文档 就是属于那种线性的写文档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文档 或者这个PPT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 我就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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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点往下写 必须要把第一个部分完全写完 然后再写第二个部分 完全写完写第三个部分 然后后来这个东西就非常容易走神 就非常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拖延 非常的没有效率 非常没有效率 后来我仔细想一想 这个呢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里面的原因啊 恐怕是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 在写一个文档 写一个PPT中 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同一件事 它实际上是三件不同的事 我来跟大家这样一一道来 第一件事情 是一个逻辑性思维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论述一件事情 比如说在写一个PPT的时候 你要论述说 我为什么要订阅硅谷大旧的频道 那么你想说 那我就想说第一部分 我要写硅谷大旧的怎么样 前世今生 第二个部分要写它的数据 第三部分要写 我有三个原因要订阅它 那这个属于逻辑 逻辑 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你去支持每一个逻辑的 不管是数据也好 例子也好 比如说硅谷大旧的前世今生 那这个时候你去找找 哦 硅谷大旧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它为什么很受欢迎 那这频道有多少人在看等等 那这属于怎么样 属于研究research 并且怎么样 获得支撑的这样的一个 这部分跟第一部分用的并不是一样的技能 这不是一回事 一个是种逻辑性的 一个是一种研究性的一种一种一种能力 那第三个就更不一样了 就是说那我如果写完之后 我怎么让它好看 这个就涉及到你对美的一个追求 比如这个可能画一个柱图 还是画一个折线图 还是放网上搜一个JPG的图片 贴在这个边上 对吧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 这属于一种美学 一种设计方面这种感觉 这相似又是另外一件事 因此如果当你顺着写一篇文档 或者写一个PPT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不断的改变你的 这个思维模式 用我们的一个专业术语 比较不断的Switch Context 比如说你上来的时候是逻辑框架思维 马上进入到研究思维 然后又进入到美化美学思维 然后再进入到这个框架思维 逻辑思维 再进入到怎么样也要研究思维 那么由于你在过程中 不断的在Switch Context 不断的改变你的这个场景 那么你的大脑就很容易走神 首先在改变了场景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缝隙是特别容易走神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从研究的思维模式 比如说用一个数据去支持你的论点 和如何把它进行美化的这件事情中间 你可能就会说 想去吃个西瓜了 对不对 去看一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 有可能是比如说 还有种就是你这个时间长了之后 你人会累 当你长期不断的Switch Context的时候 你从一个研究型的 转成一个图片型的 就是设计型的 再转成逻辑型的时候 你后来你就累了 你就想说 哎呀 这个挺辛苦的 对吧 突然这个脑海中 他就想休息一下 就想说 昨天我放在购物车里的商品 还没有结账 现在也没有降价 也没有涨价 突然想到这些偏娱乐 偏消遣的事情 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很难坚持下去 你就容易拖延 就容易走神 所以呢 这种线性的 就顺着写一个PPT 或者写一个文档 必须要把每一页 每一段都写的完美 才写到下一段的做法 才会导致了 我刚才讲这种 拖延的 没有效率的行为 那么 一个好的 一个行为是什么样的呢 当当 此入先插入一份广告 那本期节目 是由硅谷大旧频道 自己赞助 自己播出的 那硅谷大旧频道的 怎么样宗旨 是向全球最顶尖的 互联网人学习 我们呢 在油管和B站 每周五的 美国西部时间 下午五点 都会放出一期新视频 那么每周一也会 怎么样 不定期的放出视频 不仅仅放出视频 我们在 每周二的晚上七点钟 在油管上 有我们的 大旧小圆桌的 直播节目 请不要错过 那现在的屏幕上 大家看到的 这个二维码呢 是我们的小助手 你只要添加它 它就可以拉你 进我们的读者群 我们有非常多的分享 甚至有很多的读者活动 所以呢 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一定要跟我们 点个赞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 YouTube的 或者是B站 或者其他平台算法 怎么样更好的 把我们推荐给 更多需要的人 也可以让你 更多的看到 类似的内容 因为怎么样呀 这个推荐系统 更多了解了你的需要 你的需要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继续广告 怎么样 插播完毕 插播完毕 因此 一个更好的 写PPT 写文档的方法 不是一个线性的写法 而是一种 跳跃式的写法 就首先 比如今天你要写PPT 你说 我为什么要 这个订阅 硅谷大旧频道 你上来就说 哎 硅谷大旧频道 一共我们有五个论点要写 你先把这五个论点写下来 你先别写第一个 你不用把第一个论点 写得分成完美 你要说 硅谷大旧频道的前世今生 这是第一个 好 写完 中间不用管 也不用管内容 也不用管它的美化 然后再写第二段 什么呀 硅谷大旧频道的 比如说 主要的优点是什么 好 第三个 我要关注 硅谷大旧频道的 原因之一是什么 第四个 我要关注 关注这个 这个硅谷大旧频道 原因之二是什么 最后什么样呀 结论 因此我要关注 硅谷大旧频道 你现在就可以怎么样呀 点一个subscribe 点一个关注 成为我们频道的一个粉丝 千万不要忘记了 然后你再回到前面 说 好 现在我把第一个写完了 我要怎么去研究这件事情呢 我去看一看 硅谷大旧频道的数据 好 我就把这个数据写进去 如果我就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配图 我就要扔进去 到这个阶段的话 你的PPT可能会长得非常丑 非常难看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去美化它 你再跳到第二段 天然讲的是 硅谷大旧频道的主要卖点是什么 好 这个时候你会看 硅谷大旧频道 有很多非常好的互联网的 怎么样 专业人士 对顶尖人士来分享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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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始有一些这种 这种知识性的内容进去了 对吧 你用这种支撑性的内容的时候呢 也可能整个页面非常的丑 只不过就是一些什么 Bully Point 回东一下 吸一下 丑没关系 扔在里面 再跳到下一段 再跳到下一段 再写第三个的支撑内容 第四个支撑内容 第五个支撑内容 好 完了之后 再回到第一段 好 你怎么再把第一段内容进行美化 你怎么让它做得更漂亮 比如说第一个PPT 你想说 那我这个左边三个论点 右边三个论点 可不可以加两个盒子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要画一个折线图 还是画一个丙图 好 这个时候把第一个美化完了 好 再美化第二个 对吧 第二个我猜到什么 从颜色 什么样的 哪个部分加黑 什么地方写体 什么样加一个折线图 完了之后再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然后最终 你整个内容怎么样 就做完毕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由于你在 不断的使用相同的技能点 不是有大量的一个contact switch 不是在改变你的 使用的技能的位置 那么你在每一次过的过程 非常的顺 你就不会导致你非常容易 怎么样 非常容易走绳 非常容易拖延 所以这样的做法并不是顺着写 而是这种跳着写的做法 才是更好的来写PPT和写文档的方式 那希望这个方法对你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的 然后这个地方还可以跟我以前讲过另外一个方法 结合使用 如果你看到我前面有一个讲说 如何能够有效的完成多重事情 就是怎么时间管理 有一条叫做Timebox 时间盒子 就是你规定一个时间盒子 不要让自己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比如说你说我写这个文档 第一段 第一部分就是要把所有的整个股价搭出来 对不对 这个逻辑搭出来 这个我就花10分钟 把全部搭出来 好 在每一段里面添加它的知识材料 增加它的这个这个research的内容 好 那每一段我给它 比如说20分钟 那么五段就是100分钟 最后每画每一段我给它5分钟 那加在一起就是怎么样 就25分钟 所以你一共加在一起 就只有那么多时间 相当于你把自己的每一个时间 都放在一个时间盒子里面 告诉自己 我只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件事情 这样可以让你更加有紧迫感 不管最后做什么样 你在这个时间做完就是做完了 那么你就不用再去这个地方继续纠结下去了 那么这种做法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就用timebox 再加上我刚刚讲的 这种跳跃式的写文档的方式 可以让你更加有效率的 更加减少拖延 减少怎么样呀 distraction 减少这个走绳的情况 能够让你更有效率的 把一件事情做完 把一个文档 把一个PPT写完 好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 对你是有所帮助的 我不知道你对于写PPT 写这个文档 是不是有相同的困惑 或者你有些别的 更好的方法 可以给其他的朋友进行分享呢 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请记得打开怎么样呀 小铃铛在YouTube上 那么以后呢 就不会怎么样错过了 感谢你在B站上的三连支持 我们的频道有非常多的 关于这个互联网职业发展 还有个人成长的学习进步等等方面的内容 你可以看我们频道最后的推荐的视频 可以看看其他 我们其他精彩的视频 千万不要错过 好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